近年,德国某金融机构发布了一份《世界人均财富排行榜》报告 报告显示,位于非洲东北的埃塞俄比亚,是近年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人均占有财富仅为0.3万元人民币 而排名世界最富裕国家第一位的是瑞士 人均财富达到了373万元人民币 两者相差将近1243倍 同学们是不是感到很惊讶? 这个世界有着各种各样的国家 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自然条件、政治制度和经济状况 说到这里,同学们知道什么是国家吗? 它们是由什么组成?国家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 这节课就跟着花花老师一起看看国家概述吧 目前,世界上共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有190多个国家、30多个地区 同学们知道国家和地区有什么区别吗? 作为一个国家,必须满足四个条件 一是具有主权 二是有行使权力的政府 三是有确定的国家领土 最后是有定居的居民 如中国、美国等 而地区则是指一些还没有获得独立的殖民地、托管地等 如南极、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领土争端地区 克什米尔等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特点 就如花花老师开头所说的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情况 总体而言 世界上国家的差异 主要表现在位置、面积、人口、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 有的国家是内陆国 如老挝等 有的国家是沿海国或岛国 如中国、日本等 有的国家领土面积大 如俄罗斯 有的国家领土面积小 如梵蒂冈 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不论国家的面积大小 人口多少 政治制度如何 经济是否发达 都应该是一律平等的 如果花花老师要大家用某种东西 来代表一个国家 大家会想起什么呢 相信不少同学都不约而同地想起国旗 国旗是代表国家的旗帜 它象征着国家的主权和尊严 各个国家的国旗都有着不同的含义 下面花花老师就跟大家讲讲 我国五星红旗的含义吧 我国的国旗由红色旗面 一颗大的黄色五角星和四颗小星组成 其中红色象征革命 黄色五角星象征光明 而四颗各有一间 正对着大星中心点的小星 则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族人民大团结 了解完国旗 我们再来看看领土和国界吧 就像我们的学校 居住的社区都有一定地域范围一样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领土 国家的领土是神圣的 不允许他国的侵犯 那么领土是由什么组成的呢 国家主权管辖下的领路 领水和领空总称领土 其中领水包括内水和领海 内水是指国境内的河流 湖泊以及内海 领海则是指海岸线向外伸展到一定宽度的水域 我国规定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 把国家领土分隔开的边界为国界 国界有许多形式 总体上可分为自然边界和人为边界 其中自然边界有山脉 河流 湖泊 海峡等 如法国与西班牙 以比利牛斯山脉为国界 中国与俄罗斯以黑龙江为国界 美国与加拿大部分边界以五大湖为国界 韩国与日本以朝鲜海峡为国界等 而人为边界也有很多种 如戒碑 戒墙 铁丝网 浮标 或者开辟一条五草木的裸露带作为分界 如中国和蒙古 在中盟边界建水泥戒庄和累石敖包 还有部分人为边界是经纬线 如朝鲜和韩国以北纬38度线为军事分界线 美国和加拿大间的一部分边界 采用北纬49度线为分界线 虽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之间都有签订专门的边界条约 但是也有部分国家之间某些地段的国界没有划定 称为未定国界 未定国界主要存在于西亚和北非等地 这节课的内容就了解到这里了 同学们你们都学会了吗 下面跟着花花老师一起来做到题吧 下列关于国家概述的叙述正确的是 A.南极是一个国家 B.国家的领土不允许他国的侵犯 C.经济发达的国家拥有优先权 D.国家主权管辖下的领路、领海、河领空 总称领土 解析 一些还没有获得独立的殖民地、托管地等 叫做地区 如南极等 A.错误 国家的领土不允许他国的侵犯 B.正确 不论国家的面积大小、人口多少、政治制度如何 经济是否发达都应该是一律平等的 C.错误 国家主权管辖下的领路、领水、河领空 总称领土 D.错误 所以这道题选B 在这节课的最后 再跟着花花老师一起通过思维导图 回顾一下这节课的知识点吧 这节课我们学习了国家概述 我们首先了解了国家和地区 作为国家必须具有主权、有行使权力的政府、确定的国家领土、定居的居民 而地区则是指一些还没有获得独立的殖民地、托管地等 其次我们了解了国旗 国旗象征着国家的主权和尊严 每个国家的国旗都有不同的含义 以我国的五星红旗而言 红色象征着革命 黄色五角星象征光明 四颗小星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族人民大团结 最后我们了解的是领土与国界 国家主权管辖下的领路、领水和领空总称领土 国界包括自然边界和人为边界 其中自然边界有山脉、河流、湖泊等 人为边界有界碑、金尾县等 好了,这几课就到这里了